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、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 繼續在香港的考察行程 上午出席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開幕典禮 主禮並發表主旨講話 他之後到訪展城館 聽取北部都會區和交易洲人工島 兩項香港重大發展項目的策略目標和進展 夏寶龍之後實地考察北部都會區 在鄉原圍邊境管制站的遼望塔 跳望深圳和新界北新市鎮發展用地